与此间社区发展协会日行举办一场手工艺课程 让社区长辈学习创意的挂饰 每项零件都充满喜气 大家都特别快乐 我们老师也有教说 冰箱要处理 我们要拿东西 我今天要拿什么 普通是冰箱就是要整理 这边有冰箱只要十分钟 找的没东西 所以还有电锅处理 这样清晰会比较省电 这样使用会比较安全 我说很多 冰箱冷气冷气也没说 然后最大厨用绕绘纸做起来 还有刚才用什么张的人才 后来第二个什么都要撕掉 把那个红纸包起来 这次的课程 主办单位邀请老师马一慧前来指导 透过手工艺的制作 帮助社区长辈快乐生活 这间社区有荣护我们环保回收的奖励 所以这一次我们带长辈们 在我们的社区里面 要经由这个经典大饭店的这个 虽然一般都是我们仪器 没有用的这个纸卷 我们这次要经由手作的部分 让他们做一些有年结气氛的鞭炮 所以等一下我们课程中 也会带领长辈 然后认识我们所用的材料 其实这些都是可回收的材质 所以让他们在做的过程 除了动动手动动脑以外 还可以有一些享受一些 环保带来的年结气氛 主办单位用心的安排 让社区长辈发挥創意 完成属于自己特色的手工艺 为了也会结合社区特色产业 规划更多的学习课程 那因为我们与时间社区长期 都作为资源回收兑换的工作 那也得到我们社区民众的大力的回响 我们也顺便味道一下我们的整个环保志工 长期以来协助我们社区来做这个资源回收的工作 来这边统聚以外 那我们也趁着把我们之前环保回收的东西 来做一个手作 既美观又实用 那而且我们此次也参加我们整个台电的一个节电比赛 是属于南投县政府建设处的节电比赛 那也希望我们藉由这个节电的宣导 能够落实在社区每个民众身上 透过专业的团队进行安排的课程 提供市区长辈上课 学习环保回收以及节电观念 让长辈获得关怀跟照顾 也借此互相联络情感 预防失智能 记者邱平易于此采访报导